圣诞节对福大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每年校内都会点灯庆祝 而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在11月30号就展开点灯仪式 现在在校园内都可以看到圣诞树还有七彩的灯饰 而今年的祈福卡片也设计成盾牌造型 希望在新冠病毒笼罩之下 全民可以一起对抗疫情 在近百位校友及师长的祝福圣歌中 福人大学在11月最后一天进行点灯仪式 校园接灯 圣诞树以及马槽的亮起 象征着光明的到来 也拉开圣诞月的活动序幕 12月是我们迎接我们小耶稣诞生的一个月 所以整个来说光在我们学校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温暖的象征 点灯是我们未来走向一个光明的一个象征 浪漫灯是营造的繁星点点 衬托马槽礼物装置的精致 今年的主题礼物 是今年过世的印美系留前程老师所设计 除了感念他的奉献 也传达关怀社会的生命情怀 是他留给校园最美的礼物 我们要用最简单的心 用最宁静的态度来迎接圣诞节 让真正的平安降临到我们当中 所以今年我们是用宁静来迎接圣诞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跟以前单纯只有圣诞节这样相比起来 蛮有意义的 除了七彩的灯饰 今年的祈福卡也特别设计成盾牌造型 希望全民能共同抵抗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日子 圣诞点灯也吸引许多校友回校 享受学生时代的浪漫气息 因为我女朋友是辅大校友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来这边 然后看每年的灯有什么不一样 很喜欢每年圣诞节辅大的气氛 这次除了就是东西变得很丰富以外 然后颜色也变得很丰富 学生们开心的笑声 在马槽前与朋友写下祝福 在微凉的天气中与灯饰开心合影 为圣诞佳节增添欢乐又温暖的气氛 记者蔡新宇 郑雨昕 采访报导